如果鹿親應該怎樣處理呀? 如果鹿親應該立刻開水喉沖下鹿親那裡 或者浸在凍開水約10分鐘來減低熱度 千萬不要用冰直接敷上去 因為這樣做會破壞皮膚的細胞組織 你可以輕輕地除了傷口附近的飾物 和過緊的衣物 但是千萬不要硬取 以免損陸親的皮膚而增加感染的機會 記住不要用任何油、牙膏、牛油或醬油 塗在傷口上 還有不要敷膠布這些帶有黏性的物料在傷口上 要用清潔的布或繃帶包著傷口 然後盡快帶小朋友看醫生 如何預防鹿親呢? 不要把茶壺、水煲或熱水壺等 放在桌邊或小朋友可以碰到的地方 要收起火柴和打火機 以及警惕小朋友玩火的危險 家長不應該給小朋友自己煮食 好像用滾水沖杯麵一樣 載著即食麵的膠杯表面的溫度雖然不高 但是裡面的溫度其實是非常之高的 而膠杯物料又不實 倒入熱水之後會變軟 小朋友拿不實膠杯的時候 就可能會錄餐了